熔岩水煮咸花生 这个是蒜上的 一袋是400克 这个是水煮自赛花生 就是用各种大料煮过之后把它给晒干的 这一袋也是500克 这是铁锅鲜炒的红衣花生 这个一包也是500克 花生各大而且很饱满 倒出来碗 白白胖胖的 它这个是煮了之后 晒干的它这个花生就吃起来 不是那种炒的那种酥 就是有点那种更丢丢的 皮很干一搓就掉了 很香 吃起来不咸啊 就有淡淡的五香的味道 这个皮你可以搓下来也可以直接带着吃 这是蒜香的 蒜香的一包是400克 很香 浓浓的蒜味 就是你们也可以拍我这个组合啊 就是铁锅炒制 然后蒜香和水煮自赛 这三个口味都是很好的 而且 这个组合也很合适 看这个是它这个铁锅炒制的是这种红利的花生米 很香 基本上就是一个角四个豆腐 哇全掉了 喜欢吃花生的包子 一定要尝一尝这个 龙岩花生的日赛花生 看很饱满 就像你拍这个铁锅炒制 蒜香和水煮自赛 这个组合 或者是给你自己的喜欢来拍就可以了